哈囉 海王勁霸打氣機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品牌最好的品質 然後我們訂做的 花了很多錢 不要換車 來做產品就好了 來這裡 這個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是離電打氣機 這個是第一代的 這個電源的話這是觸控的 你手放在上面 5秒現在是變關了 你現在關嘛 5秒開機 這個是簡體字板的 然後我們現在有出第二代了 第二代在這裡 第二代是繁體字板的 現在是關嘛 我手指頭放在上面 你放個5秒 它就開機了 然後這裡有氣量 清楚明瞭 它現在氣量有78 電量有78 然後氣量有第五檔 它有五段 然後它現在的模式是連續 那這裡有一個模式 你輕輕這個就用按的了 輕輕按就好 它現在是分段 分段就是打10秒停10秒 它打10秒停10秒 它可以跑50個小時喔 所以如果你用 你用那個第二段 打10秒停20秒 理論上應該就是100個小時 如果你是第三段 打10秒停30秒 150個小時 但是它應該是在 可能差不多在三檔的位置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如果停電的話 那現在是 現在是分段的模式 如果我們給它跑 先給它跑連續 然後我現在斷電 我現在這裡電把它拔掉 把它拔掉它應該等一下會切換過去 分段的模式 會嗎 不知道 不會喔 它會一直打 所以要切喔 來 現在它就是一直打 它就是一樣的模式一直打 那如果你 如果打10休10 可以打50個小時的話 那連續模式的話 跑個24小時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更長的時間 還是你擔心這個停電會更久 你就把它按模式 按成打10秒停10秒 這樣就可以把我50個小時 打10秒停20秒 打10秒停30秒 我會建議大概打10秒停10秒 或10秒到20秒 這樣都可以 那 再把它按下去再變連續 那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出第二代 第一個 它是繁體製版的 繁體製 看了就比較舒服 包括底下這裡也是 繁體製版本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代舊版的晶片 這是二代的 其實看起來 就是這兩顆 顏色不一樣 這是綠色 然後這裡也是 它應該是提高這個 這個的效能 因為一代的 我們在賣的話 大概有20台 20台有一台 它會 反正晶片會亂跳 它會從連續會跳過去模式死 有買過的幾個客人都知道 我們現在發現大概20台會有一台 所以我就跟它反應這個問題 然後它就說 不然它們現有的晶片 如果再做一個提升 那要做提升我們乾脆就定做了 所以定做的晶片就是適用台灣的電壓 然後 也順便就把它改成繁體製版本 因為它說裡面的什麼編程要重寫 反正就乾脆就定做了 所以第二代的我們的品質就會更好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我如果這樣子我賣一個東西 我會希望像這一台是3500 二代版本我們是賣3500塊 那我們會希望這個東西就可以用3年4年 就可以用比較久 以後它裡面的打氣機心 跟它的電池 跟它的打氣機心就是這個磨片組 但是它是整組的 然後跟它的電池還有晶片都可以做更換 反正晶片我們都已經有拿來 像這個就是一代的 有一些有問題的二十台有一台會有二十分之一 然後我們就是拿二代的到貨 順便拿二代晶片做更換 然後第二個 之前有賣這台GT90 現在為什麼沒有賣呢 就是說它的機心老化也會比較快 第二個就是它的不穩定度還是有 因為這兩台跟海王的這個比起來 它的成本是不一樣的 因為海王這個我們直接對工廠 不用再經過一個中間品牌代理商 代理商它要利潤嘛 所以它就是它機器的製造成本不會那麼高 那我們這個的話就可以直接對工廠 就可以要求最好的品質 減少一支好一支 東西可以做更好 意思是這樣 然後也是因為GT90有的時候它 它有的時候兩批沒事 然後就會有一批出問題 那譬如說像以前它有一批就是整個 就是說 這個我用台語說好了 它不會超超有聽到 齁 就是它整批都出問題 整批都召回換晶片這樣子 這個我可以講沒關係 因為是事實 所以那一批的60台我們全部都要重新換晶片 那你全部都慢慢的召回 齁 有問題的反應回來慢慢的召回 再換過去一來一去 這樣也是很麻煩 而且我們成本也都花在裡面 所以乾脆就訂做最好的齁 然後再做一個比較來這裡 你可以拍一下齁 這裡 現在這個是GT90 開在18段最大的氣量 好這是1615 它最大的氣量是18段 然後它的18段在這裡 然後它的氣量是這樣 齁你們可以看一下做比較 齁 然後GT90說有16000cc的打氣量 那這一台來 現在看我們海王的這一台 海王二代的這一台 好 它總共有5檔 它的氣量有5檔 5 4 3 2 1 像這種觸碰式的按鈕 現在按會比較遲鈍 是因為我這個膜還沒有撕開 好 撕開的話它的觸控會更敏銳 好啊這個就輕輕摸一下就好了 輕輕輕按就好 好啊電源 這個這些的鍵都是輕按 然後電源鍵是手放上去5秒6秒 好啊現在關掉再放上去 這個是長按 好啊這個是觸控 來我們看一下5段的氣量 來你們現在看一下 你看它的氣泡 它的氣泡很粗 又粗又大 那你再看一下上面的 1萬6的出氣量 你要遠拍 遠拍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齁 這個號稱1萬6其實這一台 應該至少至少有2萬 齁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做 我們就是實際這樣給它測量的時候 覺得它至少有2萬的出氣量 齁但是這個時候 產品的包裝還是寫的比較保守 寫1萬8千cc 就是單孔1萬8 那其實我認為它是有2萬的出氣量 因為你現在看它的 看得出氣量就有差別了齁 齁然後再來一個我們做一個 這台叫進霸 第一個就是要安靜 第二個 要霸氣 打氣量要大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打氣量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 安靜的那個靜音的對比齁 然後飼料在這裡 那我們做震動的對比齁 那我們現在給它啟動 齁 然後我們要做這個我們可以做 我們用飼料 先用水好了 因為水的感覺比較微 齁 他整個碗會跑耶 來你從側邊看 整個碗會跑耶 最大氣量的時候整個碗會跑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看這裡 這一台 齁 18段最大氣量 等一下我們看水面的坡洞喔 其實水面的坡洞沒有很大 但是 你看這個 你幾乎感覺不出來它有震動 第二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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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碗已經快跑到旁邊了 等一下再跑 整碗就要騎倒了 齁 這個是用水 還有震動來做對比 這一個你看 水面 水波如 靜面一樣 靜面海 我們傳釣最喜歡 如果遇到這個靜面海 齁 幾乎不會破洞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你從光線的折射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有在震動 最主要是它這個碗已經跑到那邊了 現在是貼在這個靜面走不出來了 那不 沒有 沒有沒有你看 它碗還會旋轉耶 齁 這個是微量震動的對比 然後第二個 然後我們的出氣量還比較大喔 所以為什麼我會 定做 而且我會找 如果我要花錢 我就是要找最好的東西 那你看一下這些飼料的 跑洞 你看這個飼料會跑 然後這裡 要放在這裡喔 好 我放在這裡 看起來比較明顯 那個馬達 馬達心在這裡 你看這個飼料幾乎不會動 有沒有 你可能 仔細拍可以拍得很些微的震動 然後這邊的 最大氣量 然後這邊的它的飼料它會一直跑 不用去用什麼分貝劑去量啦 其實我跟你講 震動就是 就是 就是 音量了啦 齁 你看這個飼料會跑 這邊 到現在還是沒有動 氣有在跑喔 不是沒在跑喔 打氣在這裡喔 這個就是品質 這一台真的是我現在找得到 最高質量的了 然後它的成本真的也是很高 就跟那種機器就不一樣 齁 因為我希望賣一個不太會壞的東西啦 齁 就是我自己也省麻煩 我們可以賺的少一點 但是 東西比較不會壞 你 你保固內壞掉 還有最討厭的就是說 它可能一年半 兩年 它有時候就會壞 之前的這一台 齁 這一台它就會壞 那 客人就會覺得說啊這個 我雖然保固一年 我過了保固 到了第二年的時候還是什麼 壞掉就要花錢 那我們希望做一個最好的東西 可以撐比較久 齁 然後來 這裡 二代的這裡 它這邊都會貼一個這個 齁 這個為了避免刮傷 所以上面有一層防護膜 你回去想撕就給它撕開 阿如果沒有撕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的 齁 如果你沒有撕的話 你再按這個氣量 就是要 要拿捏那個力道 齁 你不要這樣 譬如說有人按很急這樣 阿阿阿阿阿阿 怎麼都按不動 你就好好按嘛 有沒有 電子的東西 就是要有麥克的 不是這樣很急 有的時候老闆就沒用阿 你看 你按這麼急 有什麼用 像我這樣一下一下 按不是很好 當然你把它撕下以後 它會反應更靈敏 齁 就那種反應很靈敏 就是 你稍微碰一下就 跟那種 這樣 在那邊 不一樣 跟那個 你在那邊撥反應不一樣 齁 阿 再來一個是 對對對 這個既然是保護膜 像在上面 上面 有時候像這裡有一條割痕 這邊有一條 稍微的刮痕 就是這個防護膜的作用 齁 我是順便 順便講一下 上次有一個客人說 老闆這個 上面的保護膜上面 有兩條割痕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要跟我們換一台新的 齁 如果這樣就 真的很累餒 就是保護膜了 齁對不對 那不然你把它撕掉 你自己再加一個保鮮膜 如果你自己可以貼得很漂亮的話 齁 這個不要要求那麼高啦 好不好 盡量 然後第二個 你看 我們現在 訂做的這個齁 它外面的這種 這種是霧面的 齁 而且這種不會黏 以後不會黏 不會黏 齁 之前有賣這一台 那個魚呼吸 你看 它這樣就很尷尬了 你現在怎麼 嚕嚕嚕嚕 你看 它這個殼會生涼 然後這個面也會 齁 所以有一台 魚呼吸有一台小台的 那台013 我們是賣這一台 這台是薄的 那台是厚的 那台賣1500 那台的氣量只有6000cc 齁 那 這個的話 是單孔有兩萬 那有的時候你就算是三尺鋼 除非你真的是1.5尺鋼 你就買這個 你只要是比較大的兩尺鋼還是三尺鋼 我覺得你可以買比較 你比較 買比較大氣量的 第一個 預防它日後衰退 齁 我三尺鋼用這一台 我兩尺加大鋼用這一台 我現在開第一檔 我以後再怎麼衰退這一台 我可能用五年都OK 啊你買那個 6000cc的 你讓它再衰退一下 一年兩年 搞不好你就不夠氣量了 還有第二個 打水腰筋的 你打氣泡盤的都需要大氣量 還有水腰筋 水腰筋是 還有那個氣局型的啦 你們知道 水腰筋是大氣泡 所以它用氣量很大 你買這種6000cc的去打水腰筋 有的客人還想要分三缸 不可能 你連 一孔打一個水腰筋 你都覺得好像氣量沒有很大 因為它跑掉的是大顆氣泡 啊大的氣泡盤需要比較大的壓力 我也會建議你買大台的 你買大台的來調小 你可以使用的時間很長 就是 冷氣要比較大台的 動手有夠 吃電性 然後又耐煙 你知道嗎 那 一樣魚呼吸的還有這一台 大氣量的010 但是這一台真的也比較吵喔 除非你真的是放戶外不怕吵的 你再買這一台 大氣量的010 要不然的話這個你看 然後它上面這個也是已經 已經吊蠟燒了 我進拍一下 它已經吊蠟燒這個也擦不掉了 也是很尷尬 齁 白色的這裡 可能還擦得掉 這個 它這個材質也開始生黏了 齁 齁 那 我們定做的這種材質它就不會 因為它 就材質不一樣啦 反正我們都有注意一下細節 齁 那 大概講解完了吧 電源 電源 齁 長按開跟關 現在我放上去 你現在關了嘛 沒有氣了 你看後面 然後我手指頭放在上面 6秒開機 齁 氣量大小總共有5檔 然後這台最主要超安靜 然後它裡面電池大 我是忘了把它拆開做比較給你們看 齁 然後還有模式 打10秒修10秒 打10秒修20 打10秒修30 齁 齁 然後它有對它一個未時開關 但是 我覺得是用不到啦 齁 你看未時開關 它可以暫停10分鐘 暫停20分鐘 暫停30分鐘 齁 因為我會建議 未時的話 你可以買那個便平乘馬開未時開關 讓馬達暫停才不會吸到飼料 齁 不管是 如果是未下沉飼料的話 而且水也比較不會滾 滾那麼厲害 所以應該要挺的是 那個 過濾馬達 要挺的是乘馬 而不是打氣機 齁 你不要忘記喔 以前有一個發生一個客人 他就是 他沒有打氣機 他只有乘馬 然後他未時的時候把乘馬關掉 就忘記開 第二天睡一覺才發現 魚已經死掉了 齁 那 第二個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買停電 現在就要買這種 大氣量的停電打氣機 我先把餵食關掉 因為現在 有時候 沒有預告就會停電了啦 齁 啊養魚不要砍掉重練 齁 你買 你養一隻很好的龍魚 就算你養一隻豬蚊錦 養一隻便宜的魚 但是養久有感情了 你看這兩缸 現在遠拍這兩缸 你看 如果停電 只要超過30分鐘 可能就有致命的危險 20分鐘以上就有了 你沒有辦法 人生中沒有辦法經歷一次砍掉重練啊 就整缸快要死完了 然後你在那個 你知道 尤其現在 萬一那沒有預告型的停電 你連衝出去買乾電池馬達都來不及 齁 所以會建議 買一台停電打氣機 好不好 好 所以就跟大家介紹 這個就是海王二代的 海王二代的停電打氣機 齁 兩孔三萬六 齁 啊停電 停電的話 打時 停時的話 可以打五十個小時 好 跟大家介紹這一台 掰掰 拜拜